你说真有那种不乱碰自己女朋友的男生吗 肯定有啊 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都三四年了 到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第一次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意外 比如互相亲吻拥抱 互相打脑泪了就抱着睡觉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越过那条线 因为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那种事 我想留在结婚的时候 他也认真地点点头说 嗯 我也这么觉得 那么你们就没有过难以控制的情况吗 确实有一次我们差点没忍住 当时我们去旅游时 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先是起身抱了抱我 然后我们就开始腻买 他说他想要 然后我逗他说那我们试试 他说真的吗 我说 嗯 其实我只是想逗逗他而已 结果他好像当真了 就说等我一下 我下去买那个就跑下去了 我在等他的那段时间 我总是很纠结很慌张 我更是后悔开了那个玩笑 最后甚至想说服自己 反正我也相信这辈子就是他了 早点晚点应该也无所谓吧 就这样 我在内心的煎熬中等了他二十分钟左右 那你们最终有没有做呢 不过从你最先的回答 我猜你们最终还是没有做吧 嗯 我们确实没有做 回来的时候 他手里拿着两份早餐 叫我起床洗漱吃早餐 我当时都有点惊讶 我说 你不是说下去买那个吗 他笑着说 哈哈 小傻瓜 我骗你的 至于我们约定好的那个 还是等我们结婚以后再说 反正你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哈哈 他真的很可爱 这真的是发肤情止不理的 原来真有那种 不乱碰自己女朋友的男生 真羡慕你的爱情 我们下车感觉 谢谢大家 再见